太双标了 肖战对杨子的格外不同 让网友直呼上头 这可不是我们响科 这可是郑主亲自按头发糖 在一次庆典网会上 粉丝发现了肖战对不同女明星的避险有区别 当肖战发现自己处于赵丽颖王一博这队友粉CP中间时 立刻就实相的闪躲退在一边 让王一博赵丽颖两个人站在一起交谈 这股机灵竟太松明了 可同样的情况摆在杨子里线这里 肖战的态度就模棱两可了 舞台上肖战碰到杨子的前任CP里线 浑身上下都在阻挡里线的步伐 当时很多观众不解 这两人在舞台上拉扯是什么操作 原来这是肖战的小心思 杨子紧接着就在后面出场了 在看到杨子出现之后 肖战的表情逐渐变得有趣 眼神适应杨子来自己身边 杨子也很迎合的乖乖照做 目的达成后的肖战又开心的笑了出来 喜悦异于眼表 不得不说一句这个小插曲是真的甜啊 杨子肖战两人绝对是双向奔赴 因为杨子本人也有着双标态度 跟于生CP一样 很多粉丝也很和杨子李线这一对童颜夫妇 要知道杨子的身边 目前也就这两位男明星是最有可能成为正式男友的 虽然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播完了 可杨子李线的售后服务却连绵不绝 时不时的合体发糖 这部 晚会举办方再次让杨子和李线同框了 在台上领完奖之后 杨子李线就一起下台了 由于杨子穿着的是非常厚重的晚礼服 李线就出于绅士风度 特意在台阶处等待杨子 想要为杨子弯腰提裙 这本是非常浪漫的一幕 却被杨子的侄女反应破坏了 只见杨子他直接摆了白手拒绝了李线的帮忙 大气的撩起自己的裙子 大不留心的往前走 观众算是知道杨子为什么单身了 恋爱细胞是一点没有啊 怪不得能把各路男神都处成男神 这集真实又接地气的性格很难处不到兄弟 当然了 杨子也不是一直这么直肠子的 在与肖战同时出席网会时 杨子就表现出了他娇滴滴的一面 欣然接受了肖战的绅士行为 当时 杨子也同样穿着十分厚重的礼服 在他准备下台的时候 肖战就像个骑士一样跟着杨子身后 几肚都弯腰下身为杨子提裙 让杨子感觉到了最尊贵的待遇 两人在这场网会上甜度爆表 观众就像是在看偶像剧一样 虽然同样都是在网会上提裙子 杨子对两位男明星的反应却大不相同 跟李线在一块的杨子 更像是好兄弟之间的不拘小节 而跟肖战在一起的杨子 多多少少都带着矜持 而女孩子对待喜欢的人 都是比较温柔内敛 不愿意暴露自己比较炸裂的一面 当然了 无论是李线还是肖战 只要是杨子喜欢的就好了 那么屏幕前的你 觉得杨子跟谁比较配呢 我会有点赚 像是 有点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